下一个order by order by 我们通常摆到最尾 有个asc是由小到大 dasc是由大到小 例十六列出1A班男生的名字 按着名字的次序去显示 即是英文字母A的牌线 跟着B C等等 所以我们选个name和id 两样东西 from a student where gender等于m 同时class要是1A 最后再加一句order by name 就会跟英文字母去排 加上desc在尾 倒回abc在后面 例十七列出2A班的学生资料 按居住地区的次序去显示 我们跟居住地区 h就排在s的前面 跟着t 最后是y 于是selectsing from the student where class等于2A order by district 这个district 其实就是这个dcode 这里写错了 例十八列出每一区的 居住学生的人数 于是每一个区 我们数数人数 比如油麻地11个 红磡有10个 深水埔有10个 即是我们要group by 最后就是降密显示 由大到小显示 于是我们需要group by group by就是district selectdistrict countsing 就是数 把它改名 就叫做cnt 所以出现画面 就看到cnt from the student group by district 最后就是order by cnt 就是countsing dsc 就由大到小 例十九 你出每个社的蓝社员的名字 按着班别的次序去显示 先排个社 再排班 所以我们就order by house 先然后class 就是house,class 先排个社 再排个班别